235 戴公報 天海二號世界超老五連貫 2015年7月15日中國新聞A15 戴公報信 記者劉巧洪長沙報導 記者從這類視湖南微信號獲釋 13日晚上 從德國法蘭克福朝開的2015國際超級類腦大會傳出消息 湖南長沙的中國國防科技大學營製的天海二號超級電腦系統 在國際TOP500組織發布的第45屆世界超級電腦500強排行榜上再次位居第一 據悉 天海二號市國防科大承擔完成的國家863計劃和核高機國家科技重大專項項目 其首創的二舊體系結構 自主定制的高速互聯網絡 新型並行編程模型框架等創新突破 使他成為了當今世界上運算速度最快的超級電腦 試次獲獎 試天海二號至2013年6月問世以來 連續五次圍居世界超級電腦500強榜首 獲得五年冠樹榮 目前 國防科技大學已開始對天海二號進行系統升級 未來 採用國產芯片的天海二號升級系統 其計算性能將再提高一個量級 地球數值模擬裝置德國亮相另據新華社報導 中國廠商研發的地球數值模擬裝置13日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國際超級電腦大會亮相 這是該裝置首次登上國際舞台 地球數值模擬裝置是地球系統數值模擬裝置語言及原型系統建設項目的簡稱 中國科學家自主研發的這一項目指在對地球系統和環境科學進行深入研究 此次亮相的這一大科學裝置由中國高性能計算廠商中科儲光研發 在國際超級計算機大會的展示現場 中科儲光公司利用多媒體展示了地球數值模擬裝置的架構和功能 據介紹 地球數值模擬使用超級計算機進行大規模科學計算 從而認識和在現地球系統的過去和當前狀況並預測未來 作為對地球自然過程進行數值模擬的超級計算機 地球數值模擬裝置包含高性能計算機 軟件工具程序系統 支撐技術和地球數值模擬應用軟件等 可用於還原或預測地球自然變化過程 是人類認識地球的重要科研裝備 用超級計算機模擬地球系統來預測百年後的全球氣候及環境變化 是世界最具挑戰性的計算項目之一 除中國外 目前僅有美國 歐盟 日本等為數不多的 國家和地區組織擁有營製地球數值模擬裝置的實力 您會不會再次建設設計算機 居然而是新駅的具體 是新駅的超級計算機 熟思機這次排行業